我們剛剛在沙卡當搜救的時候 經由搜救權有發現到第三具大體 也是在前兩具大體的20公尺範圍內 在11點37分的時候發現的 我們今天早上發現的這個大體 我們有請照片有回傳到我們的 花蓮跟高雄這邊組成的行動基地 有請家屬確認過這個照片 今天的照片應該是由先生的太太 就是一家五口的媽媽 目前我們現在有在嘗試用第二批的能力 由我們高雄跟花蓮 有在另外六名 花蓮三位還有我們高雄三位上去 然後去再用一些簡單的工具 看能不能用徒手去把它搬運下來 目前因為第一句跟第二句現在被大使壓 就是壓得比較厲害 所以我們昨天有一些破壞的方法沒辦法 那現在就是用第三句可能 用嘗試徒手的方式 看可不可以把它徒步把它弄 先行把它送下來 謝謝你們的位置 不要往前 蹲下前面 保護你們的 保護你們的 先試一下 保護你們的 保護你們的 先試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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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護你們的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拜託大家 目前可以目視到兩個 兩個那個患者的位置 對那因為給我們一開始的資訊是 一個家庭是兩大三小 再加一個女生 對所以我們大概也設定 一開始那邊是樂區 那目前就是可以先目視兩個 是我們現在可以處理的狀況 這樣子 所以他們的位置都是在同一個 0.5黑的那個 就都在那個大封閉那個地方 對 都在同一處 對同一處 兩句遺體的話 男生是大人小 目前看起來身形 其實推顧是 男生應該是大的 大人 那女生應該是 他們家如果是小孩的話 應該是姐姐那個位置 對 因為跟髮型 跟他的身形 比較符合 推顧是一男一女 然後他們現場的 爹的狀況 可以簡單幫我們講 看你目視到的狀況 目視的狀況基本上是 人是朝下的 對那就被巨石稍微 就是巨石在壓住 所以是 一巨女生的話是女童嗎 對目前看起來是 對在下面 爸爸是在上面 對 一上一下的位置 我們早上八點半進去之後 就工作到剛剛的時間點 那中間大概碰到四五次的落石 那中間都有做一些緊急撤離 那最後最後 是因為落石的狀態 越來越密集 所以後來我們的安全官 跟我們現場指揮官 就基本上就決議 我們就現場說 先撤出這樣子 你們就顧不來 你知道嗎 這個 專心往前撤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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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的這個失聯人數是29人 那外籍人士有4個人 本國籍有25人 那現在也都在我們的山區 也就在我們山區有一些在Sappodong的部分 有一些在整個這個 台北縣的部分或者在峽谷內 所以這個部分特收隊 以及特收隊 聯合 無論是屬特收 或者是 來自全國的特收隊 所以現在都在這個泰魯閣公路總局那邊 在做我們的這個 派遣以及到這個各路去做搜尋 所以現在四位外籍的部分 有兩個是這個 兩個是澳洲新籍有雙國籍 一位是印度 一位是這個加拿大籍 那其他25位是這個台灣籍 那這個搜救的部分 還會持續不斷不斷的 這個掌握時間 一直往內推進 當然 無論是台8線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修復 台9線的部分 這個清水橋 這個路段的部分也在搶修 所以公路總局都預計在 無論是4月5號 或4月6號 18點以前 他都預計 但是是不是能夠順利突破 這個都還要有賴工程單位 進到現場 以及突破 種種的難關和困境 因為有時候我們 這個落實不斷 尤其是 從 這個 4月 4月3號到現在 大家在花蓮都可以 知道那個 餘症是相當相當大的 那以上對於失聯的部分 在這裡做一個報告 對現在大家都知道了我說 沒關係 一切都會安好 沒關係 一切都會安好 我們就 祈禱吧 我所有朋友知道看到電視的人 他們都說好我們為他們祷告 神啦 祈求他們平安 也感謝各位記者們 跟說就對的人 的幫忙 麻煩你們了 感謝你們 非常的感謝你們 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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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感謝弟 請求他們平安 請求他們有貴人吃虛 感謝大家 感謝 你們會平凡的 大家很擔心他們 他們會幹嘛 教室 不要拆了 好了 我不要拆了 我不要拆了 就是整個 一片黑暗 然後我們 全部安靜 然後就是一直呼叫 然後就是不知道怎麼辦 連手機都是 都是抖的 他因為他找到我們的車尾 然後車尾 很大很大的一個石頭 車子整個這樣翹起來的 交通車司機反應真的很好 他就直接往內壁 就是靠山壁的地方 開 然後 就安全了 如果他再稍微偏一點 下面又是 更多落實 所以 我們之所以才會有 兩個輕傷一個重傷 就是 不幸被石頭壓到 坐在最後坐的那個年輕人 那騎死騎勝下的人 都是很平安 也都是心有餘悸 是被嚇到 當下真的很恐怖 他那個石頭一下來 整個車子敲起來 然後一片尖叫 整個都是灰塵 整個周圍 完全都看不到 任何一個人 或一點光線 你就覺得說整個人 要被土石掩埋住了啦 就有人都會保持很清 清醒都會說 不要哭 不要叫 不要慌 後來 司機 不是開到靠壁的地方嗎 他的那個位置 可以打開 因為 大家覺得靠山壁比較安全 所以司機就反應就是 讓大家 走出他司機駕駛座 那個位置 他打開他那個位置的門 然後讓我們一個一個走下去 所以那天我們是在靠著 山壁的地方 休息 您剛才說 然後當下就一天黑暗嘛 對 然後你們後來是怎麼樣 可能有下車嗎 或者是 沒有 就是 等了 幾秒鐘 就是一直呼喊 然後 當時 當時就是一直敲打前面 因為我不知道該往哪裡走 這樣 然後前面的阿姨就說 有洞可以轉 這樣 就是我朋友已經被壓 就是已經走了這樣 然後沒想到我出去的時候 他還在喊我這樣 然後我們就全部就先下車這樣 因為 當時 落石就一直落 就是 我有錄影 17歲的男生 然後 整個身 就是整個石頭壓在他身上 我昨天有錄影 昨天的落石 就是 就是 瘀青 這樣 因為你現在想到 真的很暗 嗯 其實一整個晚上 晚上應該很暗 然後呢 這樣 沒有訊號 就是 他們說我 就說還好我有 逃過一劫 因為 當下是真的很慌 這樣 我還會 我還以為會有一波 再一波來這樣 會不會 整車的人都沒命 因為我想到這種事情 我就會慌 就是 每個人都說是隱隱 這樣 我再也不敢上山 因為我本來想說要去工作 對啊 就是 有點怕了 山路 我朋友在這裡 我兩個朋友 這個我朋友 朋友都在這裡 然後我朋友 這個被石頭壓著 是我另外一個朋友 骨折的那個 然後我是坐在這裡 我還有是有被這個打下去 我是 蹲在這裡 角落 要不然我可能也會被壓到 嗯 嗯 就在我旁邊 他是整個身體被壓的 然後 他一直說 救他 邋遢 這樣 然後 右邊 現在很慌 真的 我看一下妳的手 妳手怎麼了 妳怎樣 昨天是 還有哪邊受傷 去膝蓋預期 因為我們是正要上去工作 然後路途中就遇到落實 當下好像 訊息全無 所以聯絡不到 也不知道飯店的狀況是怎麼樣子 可以 好 說 好